可以叻 绝对不是线的问题 是我自己抛耳本身的问题 今天你看到的这一支影片 是在我决定不要钓鱼之前去拍的 这个地方它是在Jubra的一个咸水鱼塘 它是一个钓后放的鱼塘 然后当时我去这个地方的目的 我是为了练习使用我的水滴轮 因为在我去矿湖钓鱼的那个影片 我能跑的距离其实不会太远 所以我就想在这边就是测试看 我还能怎样把我的耳可以跑得更远 同时也算是作为一个练习 可是在练习的这段时间呢 我遇上了一些蛮有趣的事 所以我就把我所拍的影片来分享给大家看 希望你们会喜欢 在我开始之前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我希望你们可以给这个影片一个赞和分享 同时也订阅我的频道 并按下铃铛 以收看我最新的影片 好了让我们开始吧 好我现在用的这个耳是这一只 这是Savage Gear的4Play 这个是他们这个4Play系列里面最小的一只 然后它只有9.5g的重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适合来做为今天的练习 因为上次我用轻的耳我跑得蛮出力了 所以这次我私下用不同的力道 看可以不可以跑得更远 我从事稍微近 把它调的松一点 这下在4度 OK啊 4度有点超迷分 可能要在5度 看那一堆那堆可能是鱼 所以我要跑去那里 OK 5度跑得蛮远的 可惜没有鱼看到 哇 鱼很滑 真的要小心 看到吗 OK啊 5度 4度 我来试回去4度看 OK 4度有没有问题 哦 没有打他 哦 选择 哦 选择 有点连强了 五度吧 蛮选择 嗯 就这样 通了 啊 通了 从这里了 哈哈 了 哈哈 收到这里了 好像 我们 放在这里了 可以 这个杆能力可以没有问题 啊记得上 很好 好 来 拆购 这个是stack up 或者是金木鱼 好热我的杆 如果说你们是要玩十甲的话 用鹿 就是提供一个最好的状况 而且这种鱼它就是会追鹿牙 它体型算这只算很小只 啊发放了些 通常呢掉了金木鱼过后呢最好就是tack一下这个鱼的 它们的嘴巴是非常煮烧的尤其刚刚你看它们就是一直跳出来水面的画面呢 它们就是甩头的工作可能会把这个线给磨磨上 然后如果说你们没有发现这个你们继续掉的话可能 在掉下一条的时候你的鹅就会断掉了 所以掉金木鱼要注意这个 继续掉到点下 这是这样的空虽 你看 出现 你不想 拿起来 好 难怪力那么大人来是爆火 哎真是的 这个链是上次我在吊多曼的时候 一直跑不远的 然后现在 用这样的setting还有这样的力道 看可以把它这次跑得远一点 可以叻 绝对不是 不是线的问题 是我自己抛耳本身的问题 好 OK 这次 恐慌是中了 这次比刚刚的大多 OK 这次 比刚刚的大一点点 还好啦 力全拨 啊 把它弹回去了 OK 可以 CAMBER 又開 好 又多了一只 好 这有几八只 6公斤 2公斤 上是个头和远的 上去的 頭上的 X-LOGO OK 把上來 然後 3个小时后也大概是10点多左右 因为天气慢慢开始变热了 加上我已经找到了我跑不远的问题 所以我也决定离开 虽然在那一天钓到的鱼不会很多 但是看到他们爆水和跳出来水面的画面 的确让我满意到 不知道今天的影片你们觉得如何呢 看回这些影片我的确是非常想念当时候情况 可是这些都要等到确诊病例减少了我才赶出去 因为现在确诊病例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重 我也希望大家就是要小心 不管去到哪里都好 都需要戴上口罩多洗手少去一些人群的地方 大家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请给这个影片一个赞或分享 不要忘记订阅并按铃观看我最新的内容 留下你的留言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想法 我们在下一个影片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